单侧生带麻痹会让病人产生声音湿牙 以及饮水容易呛水等症状 导致病人生活上极大的不便 对于即兴起单侧生带麻痹的治疗 可以麻痹侧生带内注射填充物 让发生时的生能闭合改善 传统注射治疗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使用硬式喉镜进行脂肪注射手术 手术需全身麻醉 必利用18号出针进行脂肪注射 程序叫板锁且需住院今生 第二种为使用软式喉镜监测进行注射 注射时有内视镜刺激 呼吸道比较不舒服 因此需要呼吸道局部麻醉 使用26号细针进行玻尿酸注射治疗 上述两种传统注射方式 皆有一项很大的缺失 就是在注射时 没有及时喉肌电图讯号 提供医师确认生带神经功能状况 无法评估疾病愈后情形 台中农种耳鼻喉头颈部及神经医学中心 透过团队合作创意思考 终于建构一创新注射手术 结合喉肌电图讯号来精准导引玻尿酸注射到麻痹的生带肌肉 可以预测疾病的预后 手术时使用类似针灸针的26号细针 无需任何麻醉 病人在舒适平躺的姿势下 检查正常生带的喉肌电图 在经颈部用异常的喉肌电图讯号定位麻痹肌肉 注射玻尿酸改善生带闭合 迅速解除病人痛苦 吃种治疗模式已成功运用于治疗超过500位单侧生带麻痹患者 使简单、安全、结合诊断与治疗于一针的创新医疗模式 声音比打针前比较红量、比较打神 然后可能就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思 声音变得非常清楚 不会像之前讲话很出力 我又像好像重生的感觉 非常谢谢 谢谢你们 感谢观看